截至5月4日,美国新冠确诊病例为120万1130例 平均每日新增病例还高达3万左右,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 同时死亡人数也已经达到了69,190人 就在前不久,美国头部零售商Liman Markets有消息或将进行破产申请 就引发了不小的波动 而就在今天,美国著名的服装零售商J.Crew已宣告申请破产 成为第一个受疫情影响而倒下的美国零售巨头 除了J.Crew,其他两个美国零售商Sales和J.C.Panley也将纷纷进行破产申请 技术这三个品牌都是曾经美国零售业的巨头 之前抵御了战争和经济大萧条 甚至还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翻江闹海迅速崛起 但是这次疫情只在美国持续了短短三个多月 三大品牌却无法庆免,倒在了这场疫情中 虽然在线购物对零售业也有着不小的冲击 但是疫情绝对是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疫情期间,商店关门,员工失业 美国这个巨大经济体受疫情影响的情况 慢慢呈现出来之时 美国政府没有进一步采取更多的旧事的行为 反而是加快了推卸责任甩锅的步伐 特朗普政府将疫情的发展 以及疫情造成的损失全部归咎于中国政府 继上周四特朗普发布 已有确切证据证明 此次疫情是因为中国一起实验室的实验事故 昨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次出言不逊 见证中国 他在做客美国ABC News的This Week节目时说道 有大量证据表明 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于中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 而并不是在其附近的武汉华南海鲜培发市场 但他也拒绝透露 美国是否相信该病毒是有意释放的 与特朗普的态度和言论相似 蓬佩奥非常坚定地将此次疫情甩锅于中国政府 称以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疫情源于中国政府的异常 实验意外 并且我们能但就不给你们具体的证据 这种一味的无厘头甩锅模式也算是让我们长得见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一向透明公开的美国政府制度 也开始故弄玄虚 遮遮掩掩掩 蓬佩奥还在节目中指责中国在向世界通报 Covid 19的威胁性方面做得不够及时 导致各国政府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疫情的防控 从而全世界深陷无论 但就在5月1日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 还发文承认了疫情中出现的失误 其中居家令 戴口罩的隔离措施 以及流感与新冠的甄别 是其中主要的几个失误之一 所以这到底是因为中国政府延误报道 还是美国政府抗疫不力 从而造成了现在这个局面呢 我想有最基本判断的人心中 都有自己的答案 疫情发展至此 成为了形势严峻的世界性传染疾病 此刻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关键时刻 而不是考虑甩锅逃避责任 蒙骗选民赢得大选的时候 美国目前依旧是毫无疑问的世界第一强国 应该带领其他各国共抗疫情 但是现在却成了带领西方世界共同选国 如果干年后我们重新翻开这段历史 看到应届政府的所作所为 难道真的不会一笑大方吗 换句话说 如果真的是中国政府的失误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事后算账呢 现在是抗击疫情最关键的时刻 难道不能把重新多放在疫苗研发 隔离制度的完善上吗 非要每天在新闻发布会里 花上半个小时来推卸责任吗 这种行为 小编真心觉得不可取呀